好,今天又回來了 今次繼續搜索這個屍體 另外這個遊戲其實是DEMO 我試玩了看看是否OK之後再考慮是否會買 好,OK 這街道為何那個人要馬上換酒店 即是既然開放都不... 待會比較漂亮 別人說不是,你嘴巴不要那麼烏烏 心無腸襪 OK,咦,看看 怎樣按這個? 地上有零散的白色粉末 層屍體嘴巴應該是吸液的時候掉了一點 還未了解過怎樣吸毒 一般應該是注射口服或是用鼻吸的 但是如果不是口服,這裡沒有其他吸毒用來針筒 OK 死者口中套出一些白泡 白泡 在這個嘴巴旁邊也有白色粉末作物 暫時未知道是什麼東西 是可樂鷹,吃不吃得起 還有分純度,不一定可樂鷹就是貴 可能侵了一些雜質,純度不足 同樣可以令到人成癮 純度不足就可以... 純度不足,可不可以說是馬啡 確實,不過這些可能是奶粉 要不要試試 要我試都試不出 試試奶粉 還有什麼? 好,屍體男性40歲 衣著破舊頭髮凌亂雙木張開 眼皮下刻而深 看這個模樣就覺得它是這個吸毒仔 不是嗎? 有可能,但也可能本身就是這個吸毒樣子 會不會 死者身上還有什麼? 三位口袋裡面有一條鑰匙 會是哪個鑰匙? 他家裡的 不清楚先收起來 有沒有錢包 死者身上沒有錢包,但口袋裡面有身份證 陳立,83年,34歲 OK 還有什麼? 沒有啦 就可以了 這個 酒店房間衣櫃充滿著霉味 皮鋪和破爛的枕頭 好,你現在為什麼要馬上換酒店 OK 還有什麼看?這個 手把好像有點濕的痕跡 奇怪 嗯? 什麼這麼奇怪? 一台舊式便可打開的電視 雙人床 意思是有人一起入住 其實單人睡雙人床也很普遍 廁所 嗯 嗯 洗手間的水龍頭呢 水龍頭關緊了,但洗手盆有水漬 看來沒多久之前有人用過 還有呢? 沒有啦 廁所呢? 嘩 我按廁所啊 大哥 先 這個 可以了 檢查了嗎? 嗯 好像沒東西檢查了 這裡 難道 這個都按了 沒有啊 只有這個可以看 其他還有什麼可以看? 有些濕的痕跡 查看門把手 皮鋪 電視 有些什麼查在這裡? 查看衣櫃 這個是衣櫃 真的看不出來 房間是窗戶 沒有風景可言 是牆壁 下面就是後刊 一張房間窗戶 還有呢? 衣櫃 沒有啦 沒有啦 查看床鋪 電視 還有一個線索 還有什麼線索 我想應該是屍體那裡 那個 那個頭那裡嗎? 不是啦 他應該有說頭上有受傷 對啦 我記得他的頭上有受傷 好像 查看衣櫃 對啦這個 以為他吸食過量的毒品而死 這個傷不一定是致命傷 不過很奇怪 搞定 看完東西了 原來是這樣 那你在那個連海政法大學都發生幾多事 OK 對呀 經歷過一些危險的事情 對呀 於是那件事呢 就是令人一想都不想去想 這裡很不錯的 作為減壓 作為渡假可以給你減壓 對呀 最好看你泡湯 掩著嘴笑 怎麼了?留著 你不覺得你會經常碰見這些事嗎? 為什麼會經常說我經常碰到 因為每次你和我都在一起 硬要說應該是我們才對 明明是很要好的情侶 為什麼不承認 月二 從年前輩小任前輩你們看完現場嗎? 大概吧 已經全部掌握到了 原來這位端木先生很厲害 協助警方破不少岸 還救了自殺 蛤? 這不是很厲害嗎?很厲害 請問我們可以先去旅店安頓 請問我們可不可以去旅店安頓 這個旅途路 旅途路 我沒有所謂 但不可以留著一直陪著你們 覺得好像留著你們好像幫到什麼 現在那些年輕人會過分自信了些 我以為是你硬要把我們做證 原來不是 如果你沒有人遇我求我留下 我都不介意 畢竟性情難卻 我真的看不慣一個語臭味的小孩這麼裝模糊 裝這個字不是很文雅 如果可以請用自信來應用我 在發現屍體 你肯定有看過現場 曾經協助過警方的人 推理你這個不差 不感動 不會在旁邊的重電和金魚 而以為小林會生氣 誰知道路出一面微笑 我對你這麼興趣 我對你沒什麼興趣 你真的懂得一串 不如我們玩48小時去警局 玩48小時 玩個遊戲 看看你如何推出這個殺牙案 隊長你不要白痴 兇手死不是死於吸毒嗎 無理他 看著這個斷木匪 怎樣 這個機會是你來陪我玩 還是跟這個小妹妹一起給我運48小時 但我沒有其他選擇 真是卑鄙 這個是我唯一的優點 喂 對決你這個聲音 你既然看過現場 你覺得奇怪的事情 你做問題都要問我 你還是這個正式路的警察 我問你不代表我不懂 只是想看看你可不可以 好像願意說得這麼厲害 最令人在意的應該是死者的死因 根據兩位調查 覺得死者的死因是什麼 現在變成你問我 我想看看你可不可以 那位小姐這樣說最厲害的位 我真的會說 那我做一個示範給你 我推你 我多選 頭部傷口 她說很多損 我覺得只有這個 頭部傷口 這兩個不同 不行 沒辦法救成一堆 要先試一下 一個嗎 那這兩個 這個 這樣嗎 有誰被查過 這樣嗎 是 死者的死因 但沒有風景可言 看出已經是牆壁 下面就是酒店的後河 咦 死者的死因 這三個嗎 難道 真的 最顯而易見就是那堆 口中和地上的白色粉末 白粉毒品 可樂嬰 有沒有聽過 聽過我做警察 其實只是聽她說什麼 做營警知識 層面那樣好說 一看一看就看得出來 是可樂嬰 其實我只認識我的名字 就有說 所以你認為死者吸毒死 沒有打算測試我 我沒有測試你的意思 就是我看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死者如果吸入大量毒品而死 這個環境看來不合理 為什麼不合理 沒有吸食用具 一表人才 有房間 房間裡面根本沒有吸食的用具 沒有針筒也沒有石紙之類 死者本身身上也沒有打火機 無論哪一種吸毒都必須有些用具 要是吸 要是吞食 要是弄這個藥丸 好像他那樣 現在白粉灌滿口的食法 真的沒有聽過 你認識到多少 的確如此 如果說是吸毒 不如說是直接灌毒至死 灌死? 謀殺被人間山把毒品灌進口裡 有異見嗎? 我猜不可以看得到 死者頭上的傷口 我眼睛沒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 傷口看來像致命傷 好像被鈍器打到然後死 灌毒特頭腦 目前看來沒有判斷 灌毒和鈍器 這個襲擊的先後關係 錯是可以判斷的 怎麼判斷? 靠感覺 靠白色粉末 白色粉末有血跡就可以辨別 只要看粉末無論先後次序 都會變成紅色 血色粉末 看來都不一樣 不是嗎? 看來不是看粉末 是看傷口才行 撐一下 如果等你踏入灌毒之前 死者分泌的口水和面部粉末 就會蓋過血跡 即是說 在灌毒之後發生 被踏的時候死者是活著的狀態 就要等法醫的看法 原來是這樣 才來討論下一個問題 死者你的目的會是什麼? 剛才已經說明這裡沒有吸食的用具 沒有可能躲在防銀吸毒 那你因為他在那裡做什麼? 躲避 如何證明你的目的? 這個是嗎? 無法構成推理 如何證明死者來到這裡的目的? 什麼? 死者來到這裡的目的單選 我選了給你可以解釋一下 死者在房間除了他自己之外 一件行李都沒有叫人怎麼相信他是住客 沒錯 那你覺得他來做什麼? 我本來覺得他約了別人見面 我也不排除 但約人見面 要不要來這裡賓館 除非他打算約的人 是經常去酒店的那種女神 妓女 你這個年輕人的腦袋轉得很快 沒錯 但還有一個問題 以兇手行兇的方式 似乎跟死者有仇絕對不會是意外 再加上你說有個 穿得看不出性別的人 在死者死後沒多久在走廊撞到你 而且形容他的特徵怎麼看都不像 所有推論 死者有機會約了兇手在這裡見面 傾不買就被殺 又或者 他根本沒有約人 他躲起來 但就被有仇的兇手找到 將他殺死 太完美了 想不到你可以接上我的思維 你的思維也不是很厲害 剛才那隊 這個就是對決結束 好 我們有死者被謀殺的證據 小月 有時候事情不一定只有正向推理 又可能是這個逆向 證明到不是自殺 又不是可能是意外病死 自然老死 那正下就有謀殺了 更何況端木的小子目擊到可疑人物 而且其實是有能證明謀殺的證據 有什麼可以證明 將門把扭動 看這個手把 裡面濕的 但外面乾 證明了什麼 裡面濕了外面乾 證明了什麼 證明有人洗手後開門 走 紙對一半 證明在裡面搜了手 然後碰到手把就離開 沒錯 這個漂亮的妹子不錯 也很不錯 剩下你的手 還在留在身上 拿開 小子弟 你胸襟一點都不講庫 還說不是女友 跟你沒關係 和你沒關係 像房間的洗手間 洗手時看得出有人在裡面洗手 而又扭動過這個手把 如果死者扭動的話 從裡面開門的同時 也要從外面進去 不可能屍體出現在房間 或者出去之後抹了手 這個不是重點 怎麼說 重田BB的問題 不過要留意一下這個門的門鎖 酒店的門鎖都是從外邊用鎖匙 而且門會自動關上鎖 代表什麼 沒有鎖匙根本打不開房門 對 房間裡找不到鎖匙 還死了身上都沒有 那鎖匙在哪裡 沒有鎖匙代表死者 沒有可能出去再回來 兩個可能性 死者洗手後出房間 找到擁有鎖匙的人幫他開門 例如是服務生 又或者 電門鎖是另一個人 而他之後從現場逃走了 毒品謀殺 不行 2R 肯定走不掉關係 離業縣 跟他有沒有關係就不知道 但我們多了一條調查 到2R的第二種理由 2R是Rock and Roll 不是 不是Review 只是Review 叫你玩完遊戲記得評分 不是很明白你說什麼 意思是想不想告訴你 我們也不可以告訴你 似乎問了不該問的問題 知不知道我們怎樣 去一去警察局 還是要去 我們只是協助調查 這樣扣留我們太不合理了 之前不說 還未完成排除你們 你們是第一發言者 真的抱歉 把他們的證證 放了他們 什麼 隊長放了他們 馬上跟案件有關 我再把他們抓起來 帶他們回警察局也沒有用 把證證給我 因為這句 覺得眼前這個色模 也不是很差勁 但想到自己正在留 有可能要留到結束 就感到很煩惱 我們只在這裡留幾天 如果一直玩不到兇手 我們可以一直逗留 原則上是 我放心 不會用太久 跟你保證 這是你很快就會抓到兇手的意思 這是你很快抓到兇手的意思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希望你可以用行動來證明 並沒有想要質疑他的意思 只是他至今未遇到過 讓自己有自信的人 為免你在這裡抓到兇手 或者有關的危險人物 而你也不要亂走 而你的腦袋應該帶著 應該會帶著小女生行動的危險性 OK 我會配合你的 我們將行李放到新的酒店 走吧 走吧 我們有事要做 你有手機嗎 買了一張號碼給我 我都給你我的 然後發現 會見 再見 酒店後門 才搭出門外 今月二已經不耐煩地問你 少林前輩真的這樣放他們走嗎 終於覺得有點古怪 特別是那個叫端木匪的家夥 你覺得他古怪? 但是剛才聊得很開心 對 這句話夾緊著黑醋和不蝕的態度 因為感覺他不是好像二十歲的小孩 好像有點心不可憐 如果真的要說 覺得他跟你的感覺有點相近 能夠跟我相近? 我目一無二 去你的 這樣說來我也覺得 叫端木那個男生 跟這個小林隊長你 都是觸摸不定的感覺 你們不會大 如果真的摸 二十四師都會任你們摸 我們先不想摸 那個小孩子不像壞 但是牽著小女生在一起 在城寨這個地方犯上毒殺案 幾乎 機會近乎零 而且他似乎很聰明 說不定可以利用一下 利用? 怎樣利用? 把他們的正解扣給你 一天未判都走不掉 這樣才會願意跟我玩這個遊戲 你不是真的想跟學生說這款遊戲嗎? 偵探對偵探的戲碼 你跡象上演 難道你不期待會發生什麼事? 一點都不期待 你這樣說 兩位製造人會傷心 你會傷心關我什麼事? 一路之後 可能將你第一次Session給我奪 而且這樣一定會爬出來殺死他們 2018年夏天推出請 敬請多多預約 2018年夏天未出的嗎? 可以加這個 還未播 還未播 OK 這樣就完了 其實都OK 暫時玩我Demo都不錯 都... 都幾好 我都很少玩一些推理遊戲 推理遊戲並不多 就算多可能都是比較 比較... 不是太吸引 我反而覺得這個是OK的 就是... 呃... 可能你看到剛剛搜索的屍體 找證據都覺得很好玩 我覺得 其實之前我NDS也玩過一隻 偵探推理遊戲 那就是金田一和明偵探魔 NDS那隻 那隻我都玩爆機 非常好玩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明偵探魔男自己出的遊戲 好像都不太吸引我 但他跟金田一合作一起出的遊戲 就非常吸引我 那怎樣可以把他兩個人 呃... 一齊去... 連接在一起 我覺得非常好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合作是幾好玩 剛剛又看到這個小林正上 什麼端木匪的一個合作 那立刻玩 試一試 其實都OK的 那我就再看看這個遊戲 正式版什麼時候出 那到時再試一試 對 那今次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那大家都可以對這個遊戲 給一個評語 拜拜 我會想說 很久不見 這什麼字幕 我會想說 有一個人的工作 會想說 這個遊戲 很厲害 我會想說 很重要 但是我會想說 可以想說 那又跟他 你會想說 那邊 你會想說